40岁以上女性减肥的六大真相 苗董 我不想让大家继续再骗了 今天不得不说 把这些真话说出来 真是把这些背后的黑幕说出来 让大家都知道 不怕这行业内的人喷我 就直接揭露真相 第一个一定要说的是 每次很多人都问我 脂肪都是全身减的 没有局部减脂 这一说天哪天哪 看到这儿就说 这个只受这儿 这个只受大腿 这个只受手臂 这个只受后背 这个只受 没有只受一个地方 都是全身受的 脂肪是流动性的 没有就是有一个结缓 就这个地方受 然后其他地方不受 不可能都是全身受的 哪儿脂肪多的话 更容易瘦一些 脂肪少的地方 瘦的慢一些 但是是全身受的 没有局部减脂 这一说再说一遍 我只想受这儿 我只想受这儿 没门 没有局部减脂 这都是全身减的 比如40岁以上女性 我总是在说 一定要做是负重宣利 你做负重训练 就会全身减脂塑形 然后整体看起来 人就会更苗条 更有线条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减肥期间 吃饭的顺序 吃东西的顺序 是什么 吃肉 吃菜 然后是吃主食 是吧 当然很多人就说 哎呀 我是不是必须不能 一点不能 是不是用我的计划 高碳水也是可以的 吃主食也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什么 吃足蛋白 是也是肉 我说这是瘦肉 瘦肉 精肉 瘦肉 并不是说大肥肉 瘦肉 然后你可以吃些蔬菜 然后最后是吃的是主食 先把肉吃足了 先把菜吃足了 或者说你要是不吃肉的话 你吃豆腐 豆腐也是可以的 或者其他的一些植物性的蛋白 吃蔬菜 补充这些营养和微量元素 然后才是吃主食 水果都是可吃狗不吃 我真的是很少吃水果 最多要吃就是吃梅类的水果 蓝梅 草梅 或者黑梅等等 这些梅类水果里面 有很多这种抗衰老元素 抗氧化剂 这个吃了就特别好 而且没有很多的糖分 所以梅类水果是最好的 所以大家这个吃饭 需要搞清楚 第三个 这个最容易上当受骗是什么 吃肉不会长胖 我刚才说了吧 很多人都知道 用这个什么keto代 这个就是真的是光吃肉 还有什么肥肉减肥法 光吃肉 为什么背后道理是 肉里面就是蛋白质 我总是说吃足了蛋白 你才能怎么样 提高代谢 两个方式提高代谢 吃足蛋白 做负重训练 这样可以帮你提高代谢 因为女性过了35岁之后 代谢降低非常严重 每年就代谢逐渐下降 这种你就觉得喝水都长胖 以前都吃同样东西 怎么现在肉长得更多了 觉得体重好像没变 但身上肥肉变多了 或者说是四肢好像觉得没什么 没那么瘦 肚子特别大 这些都是代谢下降的一个增长 所以最重要的就是怎么样 把肉把蛋白质吃足了 其他的就不会吃那么多 因为你就蛋白质怎么样 非常的筋饱 蛋白质吃足了 其他你就不想吃了 就没有那个空间 没有那种感觉 你就想吃了 蛋白质又筋饱 又提高代谢 又帮你减脂塑形 这是一举三得 所以真正让你长胖的东西不是肉 而是什么那些糖精致的糖 或者是甜食或者那些碳水 你吃的过多就很多 而且是糖油混杂的东西 像什么这些零食啊 这些薯片啊 这饼干啊等等 是吧 吃了很多这种面包啊等等 你真是要是真好好的吃肉 根本就不会长胖了 所以这个是要记住的 这是第三点 第四点不要再被骗的是什么 不要再迷恋那些快速的减肥方法什么 7天14天就是有 就是几天之内一定要做特别大的变化 不能吃这个 或者一定要吃那么样 然后让自己累的不行 可能过三天可能都坚持不了 也许有些人能坚持7天 能坚持14天 但到最后什么都是反弹 我见的太多了 来找到我的都说 哎呀说张叔啊 就是我以前做过这个 到最后都不管用 反弹了比以前还胖 怎么办都是什么呀 迷信这种快速快速 谁不想快速 谁想一夜彻底蜕变 谁都想一夜彻底蜕变 所以他就抓住你的心理 快速快速 好 那给你用这个吧 好你当时受下来的 不知道自己减肯是肌肉和水分 坚持不了太长时间 插一下之后反弹 比之前还胖 就是这样 所以我总是说 不能坚持一辈子计划 都不是好的计划 都是骗人的 到最后就是sustainability 培养习惯才是最重要的 不是说一夜改变多大 而是你今天做上 明天能不能继续重复做下去 如果想的是重复昨天做的事情 rep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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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养习惯 从非常小的改变开始 能够一直培养习惯 你就有健身健康的意识 加入到每天的生活当中去 这样你才能保持你的身材 记住保持你的身材 不是插一下变化 然后插一下就变回去 而是慢慢循序渐进的改变 打架基础 稳扎稳打 一步一个脚印 然后慢慢慢慢怎么样 培养习惯 慢慢你就身材变好了 而且还能一直保持下去 因为你培养习惯 因为你的整个生活就改变了 看一个人习惯 就知道他的身材 看一个人身材 就知道他的习惯是什么 所以你习惯到底是什么 就是从你每天做的这些事情 能不能一直坚持做下去 而不是迷信这些短期快速的 今天这个明天那个 下周每个月都开始好几个健身方法 到时候都坚持不下去 为什么 没有想到培养习惯 你这脑子还想着花了胡哨了 一下就好了 齐活了 什么也不用改变了 今天做了这个 以后我就再也不用做了 再也不用训练了 你就是总想着这个 健身是一种生活方式 一种生活态度 你就是要一直练进去 你就是要付出 你付出了 别人不付出 你就能得到别人得不到的 这些东西 要不然人人都有好身材了 这么简单 七天就受累了 那私下都可以下岗了 健身房都可以倒闭了 对 哪有那么好吃 这是第四点 第五点 还想说的是 就刚才说到了 提到了 关于培养习惯 所以我总是说 不要老想着秤上的这个数字 怎么样啊 去照镜子 是吧 去照镜子 看自己的身材 感受自己的健康 感受 每天早上起来 是充满了活力 然后一天精神充沛 还是每天懒洋洋的 特别想吃 然后就是 就是饭懒 饭困 没有精力 爬个楼梯也难受 抱个孩子也不舒服 你到底是怎么样 去感受 感受自己的身体 看自己的体型 不要专注于这个光是体重 到最后40岁以上 你能最关注什么 健康量子 你健康没了 就你银行存款里面的一 你一都没了 你后面有再多的零 再多的钱 再多车 再多房子 再什么都没用 健康是最重要 每天咱们就给自己 花一点点的时间 那是五分钟 十分钟 投资自己的健康 你到最后就会受火 你就会 别人天天跑医院吃药 你就是 怎么样 你就是 健健康康 每天 自己还有一些梦想 穿上这衣服 穿上笔记尼 我总是穿上笔记尼 去海边 然后跟朋友一起 然后出差旅游 请去干嘛 同学聚会 让别人眼前一亮 看到自己的精神面貌 就不一样 倒就是看的 还是健康是最重要的 不要老想 我多少斤 然后怎么办 我就是光要瘦 你看你的体型会有变化 有线条 不是干瘦 然后你感受你的健康 不要老想其他东西 当你去健身了 你的身材就是副产品 不是最重要 你健身最重要是健康 你得了健身 好身材自然会来 好身材自然会长得你 好身材就是副产品 好身材精神快乐自尽 整个精神面貌 都会跟着你 这些都是副产品 你只要健身好了 你健康有了 其他的都会有 不要关注光关注那数字 不要光关注我就想要瘦 就是想怎么样 感受自己的精神 这是这个第五点 坑不要入坑 最后一点 想跟大家说很多人就是 有孩子又是两个孩子 又有工作又有照顾老人 又是精神上面 包括你自生活的压力 包括感情等等 压力过大 吃饭等等 睡觉不规律 尤其是睡眠 睡眠是健康最重要的东西 一定要睡足觉 睡足觉 每天是睡不到8小时 吃饭又不规律 生活压力又大 这样就会导致代谢下降 这都是平时看不到 我觉得有些人 我就真是训练 然后我训练 我怎么还是这么累 每天还是什么代谢降低 然后觉得身上这个肉 还是下不去 是吧 然后就是感觉 整个状态是不好 为什么 那你就生活不规律 你太忙了 钱赚多少是够啊 用你的生命 用你的健康 去换那些钱 干嘛呀 把自己健康搞好了 你才有精力去照顾家人 照顾孩子 照顾工作 刚才说的 你的健康就是一 你要知道 当你生活不规律 当你压力特别大 你压力激素上升 就不会让你去减脂 就是让你什么 代谢慢慢开始下降 开始内耗 只有保持这个心情舒畅 缓解压力 该工作工作 该休息休息 该放松放松 这时候心情舒畅 这时候身体觉得 哎好 我现在可以慢慢去减脂塑形了 要不然你的压力上 随时就好像备战的状态 永远不能放松 永远不能减脂 你永远就守不下来 永远你慢慢的代谢 就会慢慢开始降低降低降低 你特别想吃 吃一点你就变胖 就是这样 所以到最后 尤其是40岁以上女性 要管理好自己的压力 所以刚才说这个六条 也是我听到的最多的 很多女性就被骗这些东西 希望大家不要再上当了 把这六条记住了 转发给其他周围的闺蜜 让他们也不要再上当 我希望你能瞭懂 把这些东西 底层的逻辑 这些东西黑幕 背后的东西真想说出来 让更多的人去明白 这就是我存在的意义 如果你是40岁以上女性 一定不要错过 我下次正在紧锣密鼓 要开始了什么 比基尼蜕变 七天的一个培训 专门给40岁以上的 华人女性 就是想让更多人 在夏天穿上比基尼 让老公宴签一辆 给孩子做个榜样 很多人就说 我想夏天穿上比基尼去海边 没问题 你也可以 好身材离你非常近了 我就要把我健身 过去14年 总结下来的方法经验 如何实现 比基尼的蜕变方法 免费传售给你 就是我这个三步法 如果你之前没有加入 这次一定不要错过了 夏天马上就要来了 是吧 你还有这个 比基尼写真 海边写真 泳装写真 这个梦想 你也可以实现 其实非常非常简单 我就用这个方法 已经帮助了 1867名女性 其实已经超过2000多 没有总是说这个数字 喜欢这个1867名女性 实现她完美蜕变 所以你也可以 我也可以帮助你 就在夏思培剧 一定不要错过 就是如何加入呢 说了半天 在下面留下留言 比基尼蜕变五个字 关注我的团队信息就可以了 我希望把我所有的真心 所有这些干货 过去14年总结下来的东西 就记住了非常简单 就全都传授给你 让所有人都能活出 最真实的自己 然后一辈子看不到 自己好身材样子 是多么遗憾的事情 每次都准处 活出最真实自己 做你想做的事情 知道你自己的身材健康 是可以自己掌控的 好吧 那等下回再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